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吃江浙菜呢 提到了江浙菜 接下来我们带您看到有好多镇商名流 他们都还蛮喜欢到藏身在台北线永和这一家 相当不起眼的餐厅里面寻找美食 这家店的老板本身就是一位涛客 他光是在中国大陆就吃遍了好几百家的餐厅 但怎么吃就觉得好像味道差了这么一点点 于是他跟妻子干脆自己开启了餐厅 你看到在店里头的功夫菜 包括像是烧得很浓稠的蒜子烧黄鱼 还有这一头猪只能够切下一二十片的雪花肉 以及翡翠香肉等等 都是名嘴赵绍康 名作家吴淡如 还有媒体大亨黎智英 美到台湾必点的菜肴 现在呢我们就带您看一看 这间小到不能再小的厨房里 究竟藏着什么样成功的秘密 只有人等菜 没有菜等人 总是不喜欢露脸 但享受美食的态度 曹太太就是要大声说出来 只有人等菜没有菜等人 因为在这里做出的每道料理都是功夫菜 要吃它就是要有耐性 曹太太这下要露一手的就是蒜子烧黄鱼 下锅煎了才几秒钟的黄鱼 曹太太毫不心疼地立刻把油给倒掉 不能煎太老 因为我要把这个油倒掉 然后加入一大把的蒜头香菇 再把豆腐一块块切入锅中 淋上特制酱油再撒上冰糖 让鱼更鲜甜的关键 就是倒入这个用鸡架子熬煮出来的高鱼 烧糖去烧 转成小火煮上个十分钟 烧鱼的时候也不能常常去接锅盖 不然那个香气会跑掉 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熟 时间到了就知道它熟了 曹太太说火喉时间小动作 这就是功夫所在 至于功夫怎么练呢 她笑笑说这就是一练在练 像她进厨房都已经有超过 三十年的时间 不能翻动 不能动它 你看这个汤汁浓稠了就是黄 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功夫就藏在这小小细节里 很香啊 看看这个地方 肚子的肚子 对 我只是没有吃 几乎完全没有吃 而老公曹一就是这美食的第一道把关 她说吃老婆煮的黄鱼烧得好不好就从鱼肚鲜吃起 冰毒有对的时候 我们这种方式收干了 我说有一点那种 有一点蜜的感觉 因为冰糖跟酱油它融合了 你酱油不会死鲜 冰糖也不会过甜的话 那个把它味道整个包起来是很过瘾 像天上繁星 忽显忽映 像水面繁映 漂流不定 边吃江浙菜 边听菜琴的音乐 曹一觉得这样最对味 加上几百张CD 她随时更换 因为坚持 美食就是要配上对的音乐 这样用餐才能愉快 环顾这间店没有华丽装潢 只有墙上几幅香袖自画 四张大桌还有几张小桌 勉强挤在一块 又藏身在永和的小巷弄里 上门操客却都是政商名流 像是名嘴赵少康 还有作家吴淡如 以及媒体大亨黎智英 只要来到台湾一定要来店里走一趟 这些政商名流最爱的菜肴 当然还有这一道 据说连晋原地也最爱的白酌晋卵 选用的是黑毛猪的肩颈肉 一头猪只能切下一二十片 为了选取口感最佳的部位 曹太太把附着在上面的大片大片肥肉 给切掉 留下的就是那雪白又带点粉红的肉片 一口咬下那口感就是个Q 族人这道料理做得怎么样 大家都说好玩 对手 没有对手 对 因为没有人像他这么舍得 稍微差一点的朋友 我们去吃到别人的油 我们去吃到别人的油 有的时候边边带一点肥的什么的 他讲很多理由啦 反正你吃了你就知道了 最好是夹成酱 你轻轻蘸一点 这个其实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 它进口 它要满薄口 但是又不能说一口中下去 熟透了刚刚好 就这种肉来讲 其实你第一口的时候可以空口吃 因为我们煮的时间 我们有把握 不会有肉是因为 你先吃一口原味 再吃一口国餐酱 它这个酱的目的 也是要提升它的肉的甜度 这个就是快要好了 因为那个汁已经慢慢浓稠了 曹依稀奇品味老婆的手艺时 曹太太可没闲着 因为这回翡翠香肉可得一起锅咯 否则慢熬的汤汁原本是精华 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了烧焦的货手 怎么样才是刚刚好 汁很浓稠就是刚刚好 颜色很漂亮就是刚刚好 这个翡翠香肉 是把用调味料腌过后的美花肉 塞进青辣椒里 烧的时候底下放葱来增加香气 再倒入酱油 鸡高汤 慢煮将糖汁收干 一口咬下 肉中带Q 辣椒的辣味会削减它的甜蜜 原本谦虚不多话的曹太太 这回还是不由地骄傲了起来 我有时候给我女儿带便当 我女儿中午吃便当的时候 那个便当一来呢 就同学就每个人都拿着筷子 在她后面等着 曹婷 你的便当今天带什么 然后大家就开始吃她的菜 那我女儿也觉得很开心 这对夫妇都有爱吃的性格 曹一是湖南人 太太是浙江人 曹一的父母25年前就是经营 江浙私房料理起家 大江南北吃来吃去 就是没有自己做的口味棒 因此干脆自己开餐厅 我们家不只是好吃 而且是吃的份量很大 多大 像我们用最初熟的做法 我初中的时候 最多可以吃到13碗饭 对 那13碗饭不是说只有吃饭 那是将近吃了一桌子的菜 大概二十几块排骨 然后所有看得到能吃 都觉得不得吃光 吃完还有喝了几瓶 那个时候的饱酒奶 我们家以前奥巴桑 我说青菜你们是吃一口 我要吃一整盘 你要煮得不好吃 我最清楚 每年曹家夫妇都会花很多时间 外出吃吃喝喝 像是中国已经吃遍了几百家餐厅 只要吃到觉得好的 曹太太立刻下厨试验 而煮出一道好料理 是说不出个公事来的 控制炉火 还有掌握温度 再来就是个同理心 也就是用做菜给家人吃的心情 来做菜给客人 态度啊 我也不知道真的态度应该怎么样 就是认真吧 我很忙嘛 那他下课回来 我就说曹婷妈妈给你钱 你赶快去外面吃饭 他说妈妈 我可以拿你的钱坐下来点菜吗 就觉得女儿好可爱 现在这几年叫做流行漏项美食 那可是事实上呢 真正问题不是这样子 有一些人不是过于无奈 你说怎么会跑到巷子里面 写了一首好字 也喜欢来个即兴创作 想到什么就干脆写在门外 曹一开餐厅是老板 也是为掏客 更是为性情中人 而老婆长厨 练就一身好手艺 菜一到手 温存个二三十分钟 就成了桌上佳肴 敷唱敷随 曹家夫妇要继续到处吃 把曹家口味的江浙菜 发挥得亚俗都能共享 先继续到旁边 有什么配菜